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八日电香港一些大专院校学生会和本土派组织今晚集会 一年三年前的望角冲突,形容示威者为意识,并表示要还原事件真相 还原真相,无望意识望角冲突三周年集会晚上在香港大学学生会大楼举行,主办 单位是港大、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生会,协办单位是香港民族政策和学生动员等 港大学生会会常黄成峰在会上说,举办这次集会是要审 是历史,因为只有审是历史,才能有出路 他说,这是一次迟来的集会,所以举办,是要让港人知道,还有一批人纪念住这 段历史,望角冲突是要捍卫本土摊贩文化,希望港人记得这段历史 学生动员方面指出,三年前的望角集会是为了保护摊贩,捍卫本土文化而触发 的,参与人士挺身对抗香港和中共政权打压,却遭受警察暴力对待 学生动员方面表示,事发后,政府以暴动等罪名起诉许多人,而法院在裁决和 量刑中,没有考虑到社会现况和抗争者的动机意图等公共政策因素 学生动员方面表示,这三年,有超过90名议事被捕,当中至少有30人被冠上暴动罪等 也有政治犯被判高达七年刑期,身体心灵接受魔折,也影响了他们的前途和家庭 另去公布,目前至少有三人流亡海外 为此,他们举办集会,向大众还原事实真相,说明当时抗争者的行动意图和动机只是追求社会利益,而非一己之力 希望洗脱家猪在他们身上的罪名 今晚约有100人出席集会,期间大会播放了《望角冲突》的影片 2016年农历年初一晚2月8日,被视为主张港独的本土民主前线在望 缴发起集会,表示捍卫摊贪犯,又阻止执法人员清除当时在路上非法经营的摊贩 凌晨之后,集会演变成肢体冲突,参与者以砖头攻击远警,导致超过100人受伤 其后,警方陆续逮逮捕参与者,包括发起集会的核心人物 时任本民前发言人梁天琪,以及召集人黄台阳 去年6月,高等法院判决梁天琪参与暴动罪和袭警罪程,及时入 遇6年,另一名被告卢建民被判暴动罪名成立,入狱7年 在案件审讯前,黄台阳和本民前成员李东克没有依实向警方报道 法庭齐后下令通缉他们 去年有报道指出,黄台阳在英国逆藏 在审讯期间,梁天琪宣布退出本民前 编辑,逢昭10800208